那所以呢 聯準會主席報也說 短期內可能會推高油價等等 也會對於通膨施加的相關壓力 然後呢 這一次的制裁名單當中 這個歐洲的制裁名單當中 結果呢 七家銀行逐出sweet嘛 但是呢 這兩家是沒有 等一下倩姐也可以幫我們補充 俄羅斯的聯邦儲備銀行是沒有的 俄羅斯的天然氣的工業銀行沒有 這兩家沒有什麼意思 代表說呢 你還可以繼續買 俄羅斯的石油跟天然氣啊 這個就是一定是這樣做的 就不要傷害到自己啊 那現在傷害比較重的是歐洲國家嘛 歐洲國家40%的天然氣靠俄羅斯啊 對不對 剛剛那個郭委員有提到 還有很多譬如鈦啊 還有一些關鍵的基礎 加肥 這些東西的話 他當然不會因為制裁俄羅斯 或者把這個制裁 最後傷疾7000 傷疾6900 對不對 他當然把傷疾的部分都要給他去掉 所以這種制裁不可能完全 完全那麼執行到底 剛剛提到那個就是說 美國媒體啊 美國媒體這個最近我覺得有點瘋狂 亂咬 就是說咬到 我看到一篇文章是 又是紐約時報 那也是大報 非常大報 結果登了一篇文章 他這個文章啊 你猜這回又咬誰 把川普一起咬下來 對 他的標題叫什麼 哲倫斯基和川普 兩個演員 一個英雄 什麼意思 就兩個都是演員 可是其中有一個是英雄 那就是這個英雄 你就知道他講的指的是 哲倫斯基是英雄 那麼川普不但不是英雄 根本就是個演員 所以在這裡面又借著 哲倫斯基 借哲風穿 不是借骨風金嗎 他就借哲風穿 所以美國這個媒體 我覺得真的是 每天就在借這個 借這個 借這個打這個 然後一下把這個 把它怎麼樣 把它神化了 造神 一下又什麼 妖魔化 媒體 這個我們台灣叫戴風向 戴風向 大陸叫戴節奏 這種媒體 還好意思講說 是什麼民主自由 第四權 這個社會上是第制衡的 我跟你講美國媒體最墮落 剛剛講的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怎麼樣 就是美國軍工複合體的一部分 因為有龐大的利益在裡面 對不對 都變成人家覆水組織 另外一個在社會 在這個事實上 就不斷的怎麼樣 按照自己的意識形態 自己的利益 有時候又遵循美國的國家利益 美國政府這個幹嘛 把一個人造神 造出來新神 然後另外一方面又不斷的在妖魔化 就是怎麼樣 就是只為自己 這裡面有什麼客觀 有什麼公正 有什麼理想 就是變成一個工具 就是一個工具 所以你看 真的說被他抓出來這麼多人 現在川普也被一起抓出來 真的是躺在這 在家裡躺著也中槍 那我覺得這一次 我一直覺得這一次真的是要好好 大家要好好看一下 就是說西方媒體不要再盲目 把他們當做什麼什麼典範 我覺得這一次 這一次的這個惡物戰 是典範轉移的時代 什麼叫典範 不要把西方什麼都當典範 美國的媒體 美國的政治制度 美國的價值都典範 現在看起來都是破產 然後這些制裁本來就是騙人的 一開始就講得很清楚 標題講得很大 我們要把它逐出Swift 然後要開始檢討 certain banks 那個certain 不是all banks 你一定以為逐出就還不要留下來 怎麼還留下來 對不對 為什麼這個 顯然就是 這些天然氣他不敢動啊 這是很明確的 為什麼 因為會傷到自己嘛 所以我是認為今天 其實整個的制裁來講 我不是說雷聲大驢一點小 事實上對俄羅斯也造成很大的打擊 可是我看了 比如說啦 現在很多很多這些廠商都開始制裁了 德國有一些 德國有一些廠商 一個很長的名單 可是我覺得他都不是 你比如說哈雷摩托車禁止發貨 那很簡單嘛 別人就起 哈雷以後就放棄了俄羅斯市場 那個什麼 能對俄羅斯造成什麼什麼傷 而且這裡面有很多很多這些 德國的汽車 還有什麼貴士尼啊 也不能看啊 對啊 德國的汽車 也對俄羅斯 我是覺得這會傷到他們自己 因為全世界做汽車又不是德國的 對不對 也不是只有你HONDA HONDA也在那邊平台 那我就覺得這個戰爭 也不會一直打下去 那麼打完以後 你們是不是還能夠再接受到 俄羅斯的消費者的歡迎 我認為這都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是 我想請謝姐講一下 因為這兩個呢 就被說你根本沒有逐出 所以是假制裁 但是真制裁是什麼 逼著女高音要被迫表她的政治觀點 然後把那個俄羅斯的術 也不能參加歐洲術的比賽 然後貓也不能參加比賽 這個是真制裁 這些事我是覺得最叫做unconscionable 就是無法想像的 因為你是要把俄羅斯的文化 藝術 歷史全部逐出世界歷史 好像你要做到那個程度 所以你的出的手 難道不是要毀滅這個國家嗎 我回頭稍微講一下油 那個油它很多地方它最後放了 放的原因我覺得 除了是要避免對自己傷害以外 還是要讓美國的資本市場能夠獲利 因為在做石油的期貨交易的 是非常少的一群人 那他們其實掌管了我們全球的 石油的價格 它有的時候跟供需沒有絕對的關係 所以它放了一下 我不排除它也許到以後會再把它再縮小 但它放的時候就創造了一個窗口 這個窗口可以讓這一批 就是在掌管石油交易的人 能夠快速的去獲利 尤其是石油的期貨 那美國現在它另外有一個問題 是它的原油的存量是4.2億桶 它的 對不起 原油的存量4.2億桶 它的汽油的存量小於2.5億桶 它的戰備除油是20年來最低 只有5.8億桶 也就是說你們大家記得拜登的時候說 大家都要把戰備除油都釋出 來去平抑油價嗎 它現在是20年來最低的戰備除油 所以它根本沒有一個存量 可以讓它來調節美國國內的油價 因此我認為在最近的 最短的一段時間之內 美國的油價跟美國的民生實在太有關係 而且跟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絕對是緊密相關的 它所造成的後果 恐怕連FED都無法處理 而使得它3月本來是要加息一碼的 或者是它現在所有的對於未來 怎麼樣去把QE印出來的這些鈔票 要收回的這些計畫都得重新算一遍 因為美國只有5.8億桶的戰備存油 20年來最低 是 亮哥要不要簡單回應一下 因為現在美國現在被說 你真的用了那些招 但是真的會傷到自己 我覺得歐洲一定比美國還嚴重 當然美國也會衝擊 那它通膨很快就會破10了 因為它工資也開始上漲 那工資影響通膨是全面性的 而且拜登要把它升到15塊一小時 對嘛 所以工資就是一定是全面性的 所以這個再拉高的3%實在太容易了 實際上1980年代的時候 它的通膨就破10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你就等著看嘛 那拜登你今年要選舉 各項指標都對他不利了 民調37% 可是我認為這個 求和的聲音會從歐洲開始 尤其是德國 德國會立刻感受到衝擊 而且它的糧食 剛剛倩姐還沒有講到美國的糧食 歐洲糧食是很嚴重的 它是兩個一起打過來 所以我認為它的通膨會迅速加劇